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靜豪業務的部分 這台車的話 我記得他有來過地球黃金線 有 之前有 因為那時候就說 他的中駐對女生來說 鄉行之下比較輕巧 比較方便 對不對 這款車其實在當初 在主打的是年輕好爸爸的車款 整個以配備來說的話 它是比較取一個實用性 像它的大燈 它是屬於使用一個乳素燈泡 如果說你今天在更換的時候 它跟LED那個價格就會差很多了 所以它在維修上面也比較深切 好 那你先一邊講 我又你知道媽媽的個性出來了 我如果今天要買它 我剛剛就在想說 你自己看這個開口 沒錯 直接嘟進去 對 要換一個角度 又是要換個角度 這樣好 OK 對 其實以空間來說的話 它最厲害的在於 它整個後座的空間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是因為它行李箱空間特別大嗎 對 其實這款車 我們從側邊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的車尾特別長 車尾特別長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 它的坐墊空間就會比較大 然後再來它裡面坐墊的 裡面的置物空間也會比較多 而且那時候我印象中 我有沒有記錯 就是說它除了坐墊特別長之外 它其實腳步的空間也不錯 對 例如說如果我們一個人騎的話 例如說爸爸上班的時候一個人騎 你可以往後坐一點 然後腳步的空間也可以往前伸 因為它的空間真的非常大 其實剛剛的空間之外 因為它把它車身坐得比較長 所以它前後的空間 你放安全帽之外 你還可以放一些皮包 手機 都可以這樣馬上插在裡面 這個是實用性很重要的 沒錯 還有一點跟其他兩台車 前面介紹兩台車不一樣 它的飛眩踏板是 我們只要碰一下 它就彈出來了 不用說你要去踩開關 或說特地要把它弄出來 你上車前稍微腳踩一下 這一點其實很重要 沒錯 因為很多後座乘客 不太喜歡用手去扳它 對 因為有時候車子放在外面會髒 對 輕輕踢一下 它就出來了 好 所以這個靖豪125 也是今年2019年賣的 比較好的車牌 那它有沒有就女性車主 也 青睞度也不錯的 女性 因為它的顏色特別多